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马老师 怀疑嘉心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问题 各位请看 我和他结婚已经八个月了 结婚之前他说要一生对我好 对我百依百顺 谁知道他结婚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结婚前对我许下的种种诺言 结婚之后都没有时间 我真的不知道结了婚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抱怨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听到 结婚前你是这样的 为什么结婚以后你就变了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猫27岁来自西安地产开发 女嘉宾小李27岁同样来自西安代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久 就快一年了 相处了多久结的婚 相处了有前后五年多了 这五年多就说对你还不错是吧 对 就是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 然后把我当公主 当女王一样供着 结婚之后 态度就完全变了 感觉好像好把你得到手了 也不需要再珍惜你了 比如说婚前我在上班 我给她发个信息 我说我肚子饿了 她可能中午就买一份肯德基 跑来看我 然后婚后我饿了 她就会说那你赶紧去吃呀 你还给我发什么信息呀 是吧 我觉得我没有变呀 你像恋爱的时候 我们又没在一起住 现在在一起住了 肯定很多人两个人要磨合呀 对不对 你不能像恋爱时候那样子 老是特别的任性 你们结婚度蜜月了吗 度蜜月了 去那个马尔代夫 去之前肯定是要换钱的 结果我们第二天下午 六点多的飞机 她第二天中午十一点 还在家睡觉 结婚之前 她肯定就是会把一切 所有的事情 她都会安排得很好 就我只要去享受 行的 因为对于女孩来说 你想就是度个蜜月呀 有一个那种梦幻的婚礼 肯定是 咋样 咋样 蜜月度的 她度蜜月就是全程都是臭脸 感觉一副好像谁欠了她一样子 主持人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在结婚前那段时间 就跟朋友做一个项目 然后赔了好多钱 然后积蓄都赔光了 最后硬着头皮 透支了信用卡 跑到马尔代夫 然后人让我换钱的时候 我一盗了 我实际上也没多少钱了 我也懒得给她说 不想给她说那些东西 她就非得逼着 我去换钱啊 干嘛 都特别不理解 你看 你看 她就觉得我变了 你们这肯定是蜜月度的不好 回国之后怎么样 回国之后的第二天 她就消失了 一个星期联系不上人 你怎么会走一个礼拜呢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 沉淀就叨叨我 整得我特别特别压抑 你说我一盗了 盐磨是受不了 她直接抽个烟 把我撵出去 而且你说家里面 我们家150多平方 她就想要一个 梦幻的衣帽间 就给她做了一件衣帽间 我说那我电脑搁哪啊 她就 我家阳台那个角落 前后就两平方吧 她就把我电脑放到那了 结了婚之后 她天天在家都玩游戏 也不理我 就是以前就会有时间 陪我去逛街啊 干什么的 现在就是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她玩游戏 我玩手机 谁都不理谁那种 你们这结婚才一年就这样 对 而且有一次 就是特别夸张 我们俩一整天 只说了一句话 就是她对我说 我帮你把快递拿回来了 然后我说了一句 哦 然后就结束了 这一天一句话都没有说 你当时如果回个 谢谢老公呀什么的 那我不继续跟你说了吗 你回答个哦 那我还给你接个呵呵呀 那你们俩这家务谁干啊 全让我干 因为婚礼上 私姨会问你嘛 就是说以后 家务和谁干呀 当时我结婚婚礼的时候 我不可能说是 我跟我媳妇都干 那我肯定说我干嘛 对不对 她就信以为真了 你是一个男人 你说话就应该做到 而且不是说 私姨问这个话 就是婚前我们对这个问题 进行讨论 然后我每次一跟她提这个事情 她就说 哎呀不用分这些了 我不会让你干的 结果婚后她就天天说 你在家什么事都不干 我做饭不是干活吗 那你怎么说 我刚那下一句 我还说 我们要做彼此的天使呢 对不对 那你说咱们怎么不飞起来 那你这不是瞎扯吗 她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吧 她有 是后来被我套出来的 不是被你套出来的 是我跟你说的呀 你没有跟那个90后的女孩出去吃饭吗 而且她去的那家餐厅 就是她曾经跟我说 七夕节要带我去的餐厅 她都没有带我去 然后她就带别人去了 那是我之前的一个朋友 而且这件事情是我主动对你说的呀 根本不是朋友 他们就做面对面 然后她朋友就拿出来一个手机说 你能过来亲我一口吗 朋友会这么说吗 会说你能过来亲我一口 他明知道你结婚有家事的人 就是因为你说话总是 就是给别人一种能钻空子的 你苍蝇不得五分的蛋 你怎么不找别人呀 我看到他们的疑惑了 等于你看了她的手机了是吧 我没看她手机 是她自己跟我说的 就是那个女孩 坐在她对面那个女孩 面对面地给她发了个微信 说你能过来亲我一口 对对对 那我觉得你 然后你回家就跟老婆招了是吧 对对对对 她不是立刻招的 是我那天晚上 我是隔两天 是没有隔两天 隔了两个星期 是我套她的话 我说那天晚上睡觉 我就说咱们俩之间就各分享一件 就是彼此一直没有告诉对方的事 然后我就跟她分享了一件事 结果她就把这件事给我分享了 分享之后 我想着如果你作为一个男人 对吧 你结了婚你应该负责任 那如果说这个女的 她已经跟你说让你亲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说 我是有老婆的人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骚扰我 再见 就不用吃了 她还跟人家把饭吃完 而且她还买了单 还请人家吃了 买完单之后 那女的还纠缠她 第二天晚上 她说那女孩又给她打电话了 就是非要约她出去吃饭 然后她不出去 结果她女孩 那女孩直接来了一句说 你每天下班 你回去陪你媳妇有意思吗 这种话是朋友会说的话吗 那你继续说 我就和她了一个有意思 然后就不联系了 对 她怎么能说有意思 她肯定说你管的 我就是爱我老婆 请你走开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她应该这样子说 她怎么能说有意思呢 这就又给别人可乘之机了 你说这话就证明你不爱我 而且她那女孩还说 我比你老婆年轻 比你老婆漂亮 你为什么 不 你可以离了婚 我愿意等你 你为什么要跟她在一块 我比她年轻不少 你怎么不喜欢我 然后还说要找我谈 还问我们俩什么时候离婚 你觉得这样的人是朋友吗 那我的朋友 也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人家喜欢就是默默地喜欢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告诉我的呀 她想跟我显摆 她想给我显摆 就是她很有魅力 她就是觉得在我心目中 我老觉得她特别不好 然后她就为了显示 就是别的姑娘都喜欢她 她很优秀 然后让我懂得珍惜她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 特别不负责任 而且不仅这一件事 我们俩就是当时去蜜月 就认识了一个姐姐 然后后来就是 就去姐姐那个地儿去玩去了 然后那个姐姐 带了她几个朋友 一起招待我们 后来姐姐那个朋友 就来我们这个地儿来旅游 她们就见了一次 也是一个大美女 长得很漂亮 她更应钱 她要去飞机上接人家 然后要开我的车 因为我的车比她好一点 我就死活不给她借 她最后就给急了 然后她说你不借我算了 然后她就出去 后来我在后面就加了一句 我说那我能去吗 她说你要去也行 什么叫我去也行呀 然后她去了之后 我们就去一家很特色的 那个小吃街吃饭 她就是那种各种现阴情 我在后面等着 然后她在前面 美女要不要吃这个 你要不要吃那个 当时还下雨 她还帮人家撑伞 我在这边 连那个落汤鸡似的 她都没说给我撑伞 我自己就一个人在后面 默默地把伞撑开 然后我就打着伞 很落寞地在后面走 然后她就那样给那个女孩打 还说我这个伞比较大 让我换给她 说因为她和那个女孩是俩人 我只有一个人 就让我一个人打一把伞 然后她不仅这样子 好 不用再说了 你就把这个伞的事 稍微回应一下就行了 伞那其实也没啥 人家是带伞的呀 因为人家带伞 我就出门顺手 撑开后递给人家了 没有 那你说她 到底是递过去还是给人打伞 递过去的 她是这样打开递过去的 那就是打伞呀 那就不是递了呀 不是她跟那个女的打一把伞 不是 她是这么递上之后 然后给人家 不是她打着伞 那女的在伞底下 没有 她说她不打伞 她就跟她说下了点小雨 她不用打 然后那女孩就打着伞 等于女孩 那个女孩自己打着伞 你也自己打着伞 对 我没打伞 然后她就跟那女孩走在一起 美女你要不要吃这个 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我告诉你 然后我一个人就悄悄的 我都后面落他们 大概有三四米 她这一描述啊 就差了太多层意思了 我问你一个事 特别会加工 这个上面写的是代业 那就相当于现在没工作是吧 我不是说没有工作 她是人生赢家 我们身边的朋友都叫她人生赢家 我只是暂时休息 我没有说我没工作 你休息多久了 姑娘 半年了吧 哪有半年 就是两个月 因为我之前 九月份到现在 她朋友为什么叫她人生赢家 因为她成天就是每天玩半夜 然后中午再起来 吃喝什么都不愁 然后我每天就要上班 辛辛苦苦的 然后她就各种时间约朋友 什么叫我各种时间约朋友 那我之前我干了五年的班 我也很累了 我就想修两个月假 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 我有错吗 但是说这个时候 现在就本来就是 我工作没有找好 然后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想要找一家更好的企业 那我也要对企业负责 不是说我随便去一家企业 干上两个星期 我就走了 知道了 所以我在选择呀 好好好 这追了五年啊 处了五年啊 伺候了五年啊 心甘情愿的吧 当然爱她 求婚才会这样的 不是 她不是这样子的 她就是当时 不是去马尔代夫走了吗 走了回来之后 她跟我说 就是我们俩就谈到离婚这一步 当时结婚的第二个星期 她就说 就不想过了 然后她说 她跟我结婚都是被我逼的 然后说给我求婚 也是被我逼的 其实她根本不想娶我 只是因为她好面子 当时已经邀请案发出去了 也不好意思说 再不娶我了 你说她说的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被我逼的 我又没逼着你 那大街上这么多人 你怎么不跟别人结婚呀 今天说句实话吧 实话 因为真的是我 因为当时也在气头上呀 因为她 你想她 她说我一个事情啊 她能带出来一百件事情 你知道吗 嗯 发现了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就脑子 反应不过来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这 你不是反应不过来 你是真的没理 好 听明白了 你还想过不 我肯定是想过 因为我结婚快一年了 我也想要小孩 想要个宝宝什么的 她就说 你变了 你已经不是你 你以前的你了 不是 你现在天天出去 张发惹草 我怎么跟你有孩子呀 我有了孩子 孩子怎么办呀 我每天在家玩游戏 我没有 下半天我就回家了 你看 她刚才承认了 她每天在家玩游戏 对对 那你每天在家玩游戏 那孩子哭了 你还说这一把 我要打完是不是 那你不是 你现在不是没孩子吗 玩游戏你也得 队友负责呀 对不对 那就是游戏 比我还重要是吧 肯定是你重要 但是游戏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就这样吗 谈恋爱就是这样子 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那后来为什么 还要嫁给她呢 就是因为她对我好 她每次来她都哄我呀 我说分手 她就在我们家 死机掰来 使劲哭 哭一夜的那种 然后又送花 又送东西的 她在你们家哭一夜 她有一次 就是因为我要跟她分手 她在我们家楼底下 给我打了一百吐 未接来电 一直等到第二天 早晨六点钟 我去上班 她在我们家 还在我们家门口 然后还有一次 在我们单位门口 拉了一个海报 还拿那个音箱 就写的什么 我们一起走过了 多少多少的岁月 就反正就是 就是那种套路话 然后抱了一大朵 玫瑰花 特别丢人 但是现在连这种事情 都没有了 还是西班 有这种事情的吧 她就只会对我说 你好好敬一敬吧 好好好 到此为止吧 你们俩能结婚 关键是谈了五年恋爱 还结了婚 我觉得也算一个 不小的奇迹了 就是朋友 你们俩还真是挺配的 你还真别说 因为我每一次都是 默默地对自己说 又挺过来了一次 你还想跟她过吗 看她表现 你愿意给她生个娃吗 看她表现 如果她表现好 能改正 像以前那样子 疼我宠我的话 我肯定会生孩子 万一她要假装 又装了一年多 把娃片起来 又恢复成这样的打扮 可是就装一辈子 我觉得装一辈子也可以 那就只能说 那也没办法 那孩子也生了 我还能怎么办呀 兄弟 再熬一年吧 一起进入秋比测文卷 姑娘一看呢 从小到大 被宠大的 父母肯定把你捧在手心里 男朋友 宠了你五年 你从小到大 一直到现在 结婚前吧 就不觉得 不应该被别人宠着 不觉得在家 洗个碗啊 拖地啊 是应该干的事 但其实姑娘 结婚了 不管你之前有多被宠 那是否没人不觉得 不得了 不得了 帮你 我传说 这如果是 不得了 就知道 那是 再来 我只能说 那是 说 能不能 那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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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过日子应该怎么过 而这个男生呢 自己那些毛病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怎么改 真正能不能改 还有基于你对这个女孩到底是不是真爱 如果真是大爱的话 我觉得你心思不会花在别的姑娘身上 如果真爱的话 那小毛病是可以解决的 我觉得给自己一些时间 让自己的动作啊 步伐都慢一点 你呢 跟她聊一聊 自己可能还真是有点小 有些事儿还真是想自己 还过过单身的生活 你要给她时间 谁让你们结婚的太早 磨合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承诺和誓言都是有口无心的 你看那个字写的 都有个口 但没有心的 承诺是要用行动去表达的 我每次在主持婚礼的时候 当每次问下那些誓言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猜 这对新人是不是又在骗我 但也许在许下承诺的那一刻 可能大家都是真的 但是承诺会随着生活当中的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我今天身体好 我承诺你 将来什么事都我干 那难道我要是病了 我要是不舒服了 你就眼睁着看着我 为了不顾自己的身体 而去信守那些承诺 而你还袖手旁观吗 所以很简单 你们结婚才一年 以后不要轻易的说大话 说我能干这个能干那个 用行动去证明 他要是真的有难言之隐 他要是真的有的时候 背弃了一点承诺 如果你希望他能够信守承诺 那么就帮助他 一起去完整承诺 而不是眼看着你死了 我也不帮你 那哪叫夫妻呢 说了半天 你们还是要在一起过 好吧 就这样 就踏踏实实地过过日子吧 你们现在过的就是真实的日子 过日子有一条是绝不能做的 这件事叫较真 活在日子里是什么呀 琐碎 争执 柴米油盐 浪漫会很少 好好对自己吧 好好对父母 好好对待生活 时间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刚刚听老师说了就是 以后我在游戏生活 我就尽量做好我自己 我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 就是到处找我的毛病了好不好 因为你那样搞得我真的很累很累 而且在朋友面前也特别没面子 你就不要再是那样为小事去跟我争执了 我真的希望你能就是长大一点 我也长大一点 我觉得刚才听完老师说 可能真的是我也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希望我们俩之间能够多沟通 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想要跟你沟通 我希望你能把你手头上的事情放下来 我们两个好好沟通 然后之间有什么问题 我们两个人商量着来 就是严格按照 我们俩之前说好的这些规定去做 我希望你能够有所改变 我会同意的 请回吧 谢主持人 谢老师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问题能不能解决 看他们自己的悟性 我倒希望今天他们有一个人能不出来 受一受挫也挺好的 尝一尝那样的滋味 现在咱们就看看这一队怎么选呗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从今以后 其实我应该 你干嘛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长大的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别着急 别着急 还有句广告语得说 药宝师 易北师 今天想清楚再说 别又一会儿浪漫拿着戒指说 回家之后我一定改 你要这么说 家务活看来你也得干 我也得干 我们互相商量的干 千万别说一句大话 听见没有 想清楚 我提醒好你了啊 想清楚 来 我们来见证这小伙子的誓言 各位请见证 老婆 希望 就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做到你想要的东西吧 做到你想要的样子 我也希望你能够就是 多理解我一点 让我也轻松一点 我们一起把日子 一步一步走得更坚实一些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老师 谢谢主持人老师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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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易不再走 珍惜啊 千万别轻易地说离婚好吗 好 试着磨一磨好吗 好 回吧 别较真了啊 好好过 挺好的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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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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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嫁给我吧 在现实 去 去 咱们结婚吧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 男嘉宾小夕24岁来自石家庄 婚庆主持 女嘉宾小宇25岁来自苍州 是一名陪训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哈 好像也是因为承诺这点事闹的意见 对不对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谁说 你说啊 姑娘 就是她本来一开始 我们俩就是一所学校的嘛 我比她大一届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俩毕业了以后 然后她就跟我说 是你毕业还是她毕业 我们俩一届毕业 因为我是专科 她是本科 刚毕业的时候 然后她就跟我说 让我那个留在石家庄 因为那个时候 我爸我妈已经在 我们老家是苍州的 已经在苍州 给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特别希望让我回去 然后那个时候 她就跟我甜言蜜语说 你留在石家庄吧 我以后一定能给你一个 特别完美 特别温馨的家 然后我就为了她 留在了石家庄 然后结果现在 什么都不做数了 就到了结婚这个时候了 她又不跟我结婚了 我当时跟她求婚的时候 她没答应我 就是刚毕业的时候 我也跟她说过结婚这事 还求过婚 然后你 我那个时候能答应吗 那个时候 什么都没有拿什么结婚 所以说现在在看这个问题 觉得那时候很幼稚 你那个时候幼稚 你现在就不幼稚了吗 你现在依然很幼稚 你现在这个观点 就很成熟了吗 你想想那个时候 咱俩身份也没有 那当然现在 现在虽然说咱俩都有工作 但是我的工作也不稳定 我现在连你都养不起 我怎么成这个家 咱俩结了婚之后 我让你跟我说一辈子苦吗 那你能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你稳定了 什么时候 你给我一个数吧 行吗 我本来就比你大一岁 关键是她现在想结婚 都已经想疯了 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事来说 前一阵子 那是她突然跟我说 说那个 咱叫朋友们一块出来吃个饭吧 然后我寻思着也是 因为好长时间都没见了 然后我就说答应了 然后当天晚上就叫出来了 所有朋友们在一块吃饭 当时吃完饭了 也喝了点酒 然后朋友们说 咱们做的游戏歇一会儿 对吧 我说行 然后有人提议说 玩这个真心话当冒险 我说那就玩呗 所以我玩玩 我有一把我就输了 输了之后 朋友们有个提议的 说我想看你跟他求婚 我现在那愿赌服输那就求呗 然后我就跟他求了 我刚求完 然后都有四五个朋友 拿那个一拉奖 就是一拧就可以喷出花的那种东西 或者碰碰碰四五下就开始想汗 我当时都给我震懵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他跟所有朋友都商量好的 就搞一个吃完饭之后 跟他求婚这个仪式 我不是要给你惊喜吗 你那是惊喜吗 那惊喜应该你跟他求 你让他 我比较传统 因为我觉得就是应该 您这台传统 对对对 我当时就觉得 就那么多人在一个说 那他答应了吗 他答应了 他是答应了 然后你说这是玩游戏是吧 我没说 我没办法 我那时候弄的 我就跟个猴一样让别人耍 我特别无奈 还有什么想风的事 多了去了 就拿那件事来说 因为我这人工作表毛 然后我回来之后 这个钱什么的 我就存在卡里了 一般卡我就放在他那 然后那天回来之后 我急着用钱 我去银行取钱去 我一看卡里下少了一万多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那天钱也没去留 然后我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那天他跟我坦白人说 我花了一万多 买了一对结婚戒指 你买那对戒指有错吗 你跟我商量了吗 是这么回事主人 我那天正好上着网呢 就是看见那对戒指 我就一下子 就特别喜欢那对戒指 我就想 我这辈子结婚 肯定要用那对戒指结婚 我就给买下来了 而且那个戒指 那天是有活动 而且是秒杀 我就坐那一上 我什么都没干 我就光盯着那戒指 抢的戒指了 然后你就替我 把这个权利就先行驶了 我不是说给谁行驶 你做什么事 你从来都不跟我商量 这个事咱俩商量商量 我怎么跟你商量 秒杀大哥 知道啥叫秒杀 行行 懂了 懂了 秒杀 你现在就希望 那个婚礼也秒杀 是吧 对 问题是他最后 还把那戒指给我退了 特别气人 那我不退我没有钱 我去找谁借钱 一万多呢 你说戒指重要 还是这生意重要 说实话也不是说生意重要 我当时也是 我挺生气的 没事 没事 这个不留心的时候 总说点小真话 咱们开诚不恭地说吧 这姑娘 是不是因为你承诺人家 所以人家留在石家庄的 对 那你们现在应该是 在一起生活对吧 对 我听这意思是吧 对 觉得怎么样啊 她人挺好的其实 她对我也挺好的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开心吗 幸福吗 挺开心 只要不提这个 她现在老要求 现在马上结婚 马上结婚 她都不让提这个 只要不说结婚这点的事 你觉得她都没问题是吧 对 但是她老给我压力 就是不光说她自己 说老给我提结婚这个事 她穿透我爸我妈 我没有 那天这么个事 我下班回家 我挺晚的回去了 回去之后 我爸又跟我说 说把人家爸妈叫我来 说一块吃个饭 我也没多想 我说行我就答应了 然后过两天 我把爸妈接过来了 接过来之后 一块吃饭的时候 在饭店嘛 就是他们几个 除了我之外 就每个人都在说结婚的事 我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咋回事 最后连日子也定了 饭店也定了 婚礼流程什么全定了 定日子了 定了 她那就结吧 她不跟我结 但是我现在结了婚 我真的对她很不负责 你现在就对她负责吗 我跟她结完婚之后 我让她幸福不了一辈子 你跟她在一起幸福吗 挺幸福的 你大声说吧 你跟她在一起幸福吗 幸福 可是这是目前的幸福 结完婚之后 肯定得要孩子 就算我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那爸妈那边得催 那肚子在我身上 我不想生 那谁能让我生啊 不是 你光说这话 到时候就不是这样的事了 爸妈一催着孩子绝对生 你结不结结婚吧 啊 结不结 因为就像结婚这个事 从头到尾 人家自己设计的 这个买戒指也好啊 这些事 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 我特别担心将来结完婚之后 她还是这样自作主 我比较怕 她黏你吗 黏 喜欢她黏着你吗 有的时候挺喜欢的 那现在这个双方父母都见了面 这日子也定好了是吧 定的5月1号 你今天想来干嘛 翻盘 我觉得现在我真的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解链还需细链人 对吧 你要是说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咱这个婚期往后退市退市 我不是说不娶你 只说现在真的不到时候 我真的承担不起老这个责任 好好好 小伙子你大概觉得 什么时候娶她合适 两年到三年 还能等两到三年再嫁吗 订婚宴钱都交了 婚宴的钱都交了 退回来吧 不退 退不了啊兄弟 怎么办 麻烦了 你还爱她吗 我爱她 你爱她 那你担心的是 说实话 我就是觉得 我还没有准备好的事情 她老是替我做主 然后从来不跟我商量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在家里说呢 说我没准备好啊 我跟她说她不听 跟你父母说呀 因为我从小比较听他们的话 我觉得跟父母商量这个事 让他们有点太操心了 那你今天来干嘛呀 我就是想看看能不能 就调解一下 要是能推迟婚期的话 真的 要不能推迟呢 那我觉得两个人就没有必要在一起了 她催得太狠了 姑娘 怎么办呀 我就是想跟她结婚 我们俩在一块都五年多了 你们可以先把正领了不办事吗 对啊我也跟她说过 这行吗 因为这个事怎么说啊 只要一领了照 我就怕爸妈那边绝对催着要孩子 只要这孩子一要 以后两个事也根本就没法干了 听起来好像都是偷偷是道 都是理由 要孩子这事他们逼不了你吧 这个真的不好说 这个绝对逼不了你 因为我不希望说结完婚之后 再为这个孩子这个事 一家人再闹得不愉快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来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伙子你觉得是爱情重要 还是自由重要 爱情 为了爱情可以牺牲自由是吗 可以 是婚姻重要还是自由重要 婚姻 为了婚姻可以牺牲自由是吗 可以 你回答我这两个问题回答的毫不犹豫 但是刚才回答赵川提问的时候 你的答案跟这个答案是完全相反的 我觉得你没想好 你起码没有认真的想 你就说了答案 刚才你说那句话我吓一跳 对 如果非要结婚的话怎么样 如果调解不成的话怎么样 那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在一起 姑娘你听到了 他虽然说爱情重要婚姻重要都比自由重要 但是到真正选的时候 他可能跑 他承认他爱你 但是他对你的爱 或者对婚姻的恐惧 未必就强过了他对自由的渴望 你们俩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你们俩差不多同龄 但是你比他成熟 起码在婚姻爱情上 或者说成家立业上 你比他至少成熟五年 早熟五年 你还犯了一个大错误 求婚这事不能被别人算计 结婚这事也不能被逼迫 说你赶紧娶我 我不得不娶 凡事正常着来很有意思 被逼着来就很没劲了 而你就在做一个逼着他干的事 没意思了这事就 我觉得你再这样逼他下去的话 结果就一个 就算他娶了你 我就说不跑娶了你 他的心也未必在这个婚姻里头 为什么要这么快结婚 因为你心里极度的没有安全感 结婚这就可以换回你的安全感吗 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不是绝不是强迫 一定是双方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自由交出来 要两个人在一起 享受两个人在一起 受到约束的那种感觉 你有 他有吗 你了解他吗 你知道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就从刚才他说的所有那些细节就可以表现出来 从小一定是听父母的 现在还是听父母的 根本就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 而缺乏独立判断 也缺乏一种成熟的见解 我不太清楚你是否是他的最爱 但至少他不愿意跟你现在这么快结婚 就说明很说明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你看到的 所以你才有不安全感 所以才要着急跟他结婚 一步一步在导演着一出戏 但是不好意思 主角他根本就不愿意演这部出戏 太傻了 再往下走一步 你损失的不是那一顿婚宴的钱 而是你生的幸福 同时也绑架了他 他会怨恨你的 我敢断言 如果你一而再再再再 还是要跟他五一要结婚的话 他一定会从 因为他父母有压力 但是从得心不甘情不愿 而且会怨恨你 先解决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你为什么有这么深的不安全 你为什么不想这么快跟他结婚 别说孩子的事情 那应该自己独立去思考问题 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幸福 自己来判断 并且自己把握 你觉得这女孩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要直接的跟他说 你也不能怕不能躲 当初是我承诺了什么什么 让你留在了我身边 现在又是我一步一步的配合你演戏 得到了这个结果 我就不敢认错了 但是这样会酿成越来越大的错 所以说一定不要马上结婚 自己独立的判断一件事吧 因为结婚是每个人的终身大事 你要这个都做不了主的话 你根本就不算一个男人 好吗 你们俩好好聊聊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但确定一点是说 一定不要那么快结婚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接下来我问几个问题 我希望你能够摸着良心告诉我 第一个问题 你此时此刻是不愿结婚 还是不愿跟他结婚 我不愿意结婚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 你想过结婚吗 我想过 想吗 也想 但是现在 我是说你想吗 想结婚吗 想 也想 但不愿意 是这个意思吧 三种情况 如果第一 他是不愿意跟你结婚 二话别说 待会就走 说明他 他不愿意放弃将来的自由 婚姻是双方自动自愿的 放弃彼此的自由 建立在希望的一种幸福 如果一个人 他还不愿意放弃这种自由 或者是放弃将来的未可知 他不愿意跟你结婚 那你什么都别说 保持自己的自尊 走 第二种 就是 他不愿意此时此刻结婚 但是他又想 他很为难 他不是不想结婚 他也想过结婚带来的快乐 但是 他也想过 他也想过结婚可能带来的不能承受的东西 所以他心里很矛盾 他又想 他又不敢 这种男人 你给他一定时间 一定要让他心甘情愿的 把希望 战胜了压力 那个时候结婚 才叫水到去上 如果现在 他的负面 完全是超乎于他的正面 他是建立在一种悲观的情绪上 那么这种婚姻不会有希望 你不得不给他时间 现在的婚姻基本上出现两种态度 要么就是太草率 我们结婚吧 说领马上就领了 但事实上领了政治后 不管是操办酒席 带孩子 还是装修房子 全都是父母干的 他们自己什么都没干 他们只是负责领了个证 这太草率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在婚前有恐惧症 他觉得自己无法成熟到 可以承受家庭的重担 但是心里 他又很小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 是可以适当的给他一定的方式 给他一定的时间 当然还有第三种 就是玩弄感情的 经过我自己的观察 我认为他属于第二种 他矛盾 他不是不想结 他也想结 也想得到婚姻之后预期的快乐 但是他现在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认为 人不管是结婚 还是当爸爸当妈妈 首先得有长时间的 三年四年的一种 期待感 有期待感 他才会慎重 他在真正履行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才会认真 有些没有准备好 做爸爸妈妈的人 突然之间做了爸爸妈妈 他往往履行不好 恰恰是三四年 你有了这样的期待 在这种矛盾和挣扎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战胜自己 他才会珍惜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 如果你等得起的话 那是你对将来幸福婚姻应该付出的代价 明白吗 我没看错你吧 我说的应该是你内心深处的话吧 我也相信你不是个骗子 就这样 男生的坦诚是挺好的 可是我觉得你坦诚晚了 你的坦诚应该是面对你父母的坦诚 如果说有瑕疵的话在这儿 是你要跟你父母说我绝不结婚现在 而不是把这个姑娘置于这么被动的一个境地里 其实这事谁难堪 这姑娘最难堪对吧 所以如果她答应了 我建议这个烂摊子应该你出面去收拾 对不对 因为你造成了嘛 而且你还得去人家姑娘家 好好的跟人父母说说 什么原因 我们这儿都好理解 但是对于女生的父母来说是非常难理解的 他们害怕你辜负了他们的女儿 所以我倒觉得 借这个机会 你们俩深度地沟通一次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那么首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究竟是什么 这出来是怎么个意思小伙子 就是女生算是同意说咱母一先不结了 是吧 是这意思吧 我想听听她的意思 你啥意思出来 其实我也不是说其实我真的挺爱你的 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 只说有的时候可能被你的自作组张 有点清欢头了 不过我心里你是最重要的 我以为是最重要的 这样啊 咱们先把接不接的这事放在一边 回家再商量前 求婚 你要不愿意今天你可以不求 我绝不勉强你 你要愿意求那是你发自内心的 我们可没给你设套啊 我愿意 你愿意求婚 发自内心的 好 为了解决姑娘心里的疙瘩和你心里的疙瘩 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这个求婚仪式是指 从今天开始 不管我们过去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风雨雨 我们从今天开始要以结婚为目的的 去爱 去交往 理解这个求婚的含义了 理解 我不想给你那么大的压力 那个大决定要你们回去之后 你们俩先商量一个共通的 然后去跟双方父母说 好吗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好 我还有一句广告词 姑娘 要保诗 意备诗 你看你都知道了 你要闲着爱事 我可以先帮他拿着 这挺爱事的 万一要热烈地表达 这还挺爱事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神圣的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再来在一起五年了 我知道可能有很多事情 我理解不了你 你也理解不了我 你也理解不了我 我们先说回去吧 请观看 希望经过了这样一段波折之后 两个大的家族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融合 两个相爱的年轻人 能够一路向前走 一起进入到 易备诗爱情保鲜记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 土老师 我的前任太凶 没事就爱找现任麻烦 有一次 直接给我们堵在码头 带他走 揍了一顿 现任是个私闻人 第一个事是 这位网友 自私而迷糊 找了一个性格强的 驾驭不了 于是找一个私闻的 而且在此之间 也没有检讨自己的问题 第二 在我看来 你还是比较偏爱 那个凶的前任 否则的话 你怎么可以任由 现在这个私闻的现任 这么让他欺负呢 所以我认为 还是那句话 在两端感情之间 一定要学会享受寂寞 否则的话 你会因为寂寞而错爱 也会因为错爱而寂寞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糊糊领先品牌 易备诗冠名播出的 药保湿 易备诗 易备诗 谈润保湿水 要旅游找图牛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323图牛旅游节的 百元现金券 如果你想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中来 可以关注 易备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易备诗的 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感谢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的收看 感谢电视机前的